中央电视台 厦门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在厦门的福龙 中国乒乓球训练基地 为大家现场直播 华夏银行杯 直通莫斯科中国乒乓球队 南队选拔赛 南队选拔赛呢 现在是一共八名运动员 采取单淘汰的方式 就是马龙 许欣 张继科 王立勤在上半区 马林 陈奇 好帅 王浩 在下半区 然后呢就捉对厮杀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马龙和许欣的比赛 为了更好地介绍比赛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 中国乒乓球队资深教练 吴敬平做我们的基础问 吴老大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是 吴老大好 ina 我们可以看到 马龙是右手横卧球板 弧天球结合快攻 许昕是直板 而且是左手 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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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刚才马龙揭发球两个都出高球 是不是对许欣揭发球 两个都出高球 是不是对马龙的发球不太适应 应该说他们两个呢 就说打的比赛不少 从许欣跟马龙来讲的话 他主要是一个是揭发球的白短上面还不是很好 所以在比赛里面很经常出现揭发球志愿半高这种情况 5比6 他们两个在国际聘连的巡回赛和总决赛都有过交锋 许欣是在去年的这个卡塔尔攻击赛上赢过马龙一次 然后在总决赛上输过了马龙 从整体上来讲的话 马龙的实力要高于许欣 主要是许欣他作为一个直扳打法的话 他的反手的这个相持和防守的攻防转化显得薄弱一点 我们知道许欣和马龙呢 现在教练都是秦志俭 所以秦志俭今天只能呢 是给其中的一个做指导 据主教练刘国梁介绍呢 当时呢这个秦志俭选择了马龙 为什么要选择马龙做教练 秦志俭主要讲的就是他希望呢 带着马龙做教练对他也是个压力 因为马龙现在是世界第一 给马龙做教练就必须让马龙能够闯出来 在这次比赛中能够取得这个好成绩 所以这样对马龙对他来讲 都是一个很好的磨合 所以今天呢给许欣执教的是资深教练李小冬 看许欣的这个七关节的这个带子都开了 可想而知这个移动范围非常大 那后来呢 从刚才那个球看了就明显感觉 许欣他正手的杀伤力现在不够 所以几个球的两个关键球对拉 这个都是马龙赢了 他其实他很主动的 这个球反而反正拉成被动了 这像吴之道讲的 马龙现在还是采取了打这个纸板的一个传统打法 就是压反手掉正手 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呢 许欣呢就有顾虑 因为他大胆的侧身的时候呢 正手的空张就比较大 刚才马龙就是快速的 撕了许欣一个正手空档 高了 大家看到许欣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 几次马龙的这个上手啊很凶 但是都被他挡回去了 今天看马龙还是有点紧 就是说已经出现两个这种 搬高球的机会 他自己输了 对应该还是比较少见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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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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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平时参加奥运会以后呢 就只有两个人去了 所以呢 其他人去不了 那么这次都是八个中国运动员 反拉成功 十一比八 这样马龙就以十一比八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我们请中国飞行队资深教练吴敬平 点评一下第一局 这一局一看的话说 马龙打的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而且在进攻上面的话明显他是占有优势 而且许昕的感觉他揭发球的话 所以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对马龙这个旋转判断不是特别清楚 有两三次是出现了一种半高球的机会 虽然说马龙没往好处 但是总结感觉压力还是比较大 再一个呢 这许昕的这手的杀伤力是不够的 你看最后一个球也是马龙 除了他的车身位长球 许昕吊一板被马龙反拉 这种情况下这种球 戳长球的话 直板就是一定要有法力暴冲这板球 但现在看许昕这种 这手的杀伤力方面还欠缺 所以他必须逼得许昕是全他用这手 就马龙形成相持的话 他反而这种漏洞就暴露出来 而且拉下的质量就肯定会下降 因为你毕竟是单面对一面 这个球就比较被动一点 我的是华夏银行杯 直通莫斯科中国乒乓球 男队的选拔赛 男队选拔赛和女队是明显的不同 男队选拔赛是采取了单淘汰赛制 就是8个男运动员进行捉对撕扎 最后打到第一的 就是作为第一个名额进入 而女队采取的是22个人 进行一次大循环 就一个人和21个人进行比赛 然后积分最高的人将获得第一个名额 那么结果是郭月是打第一名 所以他已经进入了莫斯科的名额 那么今天和明天两天 中国乒乓球男队将产生一个冠军 一比零 马龙今年是二十岁 漂亮 反拉 撞 看到了马龙的这个进攻啊 正反手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球啊实际上 许昕他把马龙拉推抬了以后啊 他没有发力 还是属于中的力量 在那里拉住这个球 就给马龙个反手 反拉的一种机会 嗯 不知道你说这个许昕和王浩的差别 在什么地方相持起来以后 说王浩的反手比他强 而且王浩的阵手也不弱 所以他关键这个差在上面 因为王浩他进攻的时候 他的阵手杀伤力也比较大 嗯 所以这个上 包括马龙在全一会 他们对拉一个球 好拉十几板 但最后王浩得分 马龙就是不要说 但是许昕跟马龙拉 你看连续好几个球 一个球没赢着 就是他们对他的杀伤力 现在力量不够阵手 无法 三比 这是教练李小冬 李小冬教练呢 现在没有具体带队员 但是许昕呢 当这个 当让许昕选择一个教练的时候 他主动选了李小冬教练 三比二 所以从许昕来讲的话 他的打法确实是一个 对我们教练组是个新的特点 他既不像王浩 又不像马龙 所以他建许王浩马龙之间 那么就是他的这个反手问题怎么解决 是个很大的问题 主要以推党转反面呢 还是以反面为主不用推党 反正这个我们教练组都还是在摸索当中 许昕他有个很大特点 他正手对上拳球这个能力非常强 就拳台阶级开始 他都是正手的反拉非常有数 所以但是他呢 关键还是他现在 如果说他能够把反面能够提高 或者反面的相持防守当中能够提高的话 他应该说他今后的这个前途 还是比较非常有希望的 能不能这样说 就是说许昕的正手不如马龙 反手不如王浩 对 是这个情况吧 是这种情况 所以他还应该加强自己特点 他在反手呢 比马龙好 比马龙好 对 这个时候呢 比王浩好 所以这种情况 4比3 那到目前为止呢 许昕和马龙的对拉 在这个过程中 马龙是占据了绝对优势 所以许昕必须在前三板上 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得分的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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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次比赛 我们这几八个重点都非常非常的投入 而且做提前一礼拜的开始 注意这个比赛都准备了 训练也非常的刻苦 注意 常常 poverty 4比5 许昕今年是20岁 是这8个运动员里年龄最小的 马龙今年是22岁 他是1988年10月20号出生 马龙是获得了2009年 国际拼连职业巡回赛总决赛的 男单冠军 许昕是2009年 东亚运动会男单的冠军 所以在2009年 两个人都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所以现在马龙的战术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许昕的反面在打 反正他反应手在打 就压住他的反应手 然后许昕用他的反面 结合马龙的正手对抗 他这就相当比较相逢一些 现在中国平凡球队 跟男队和女队有着所区别 女队是分成一队和二队 那男队现在就合并成一个队 但是分成了一组和二组 一组里边是22个队员 二组里边18个队员 一共40个队员 按主队来留过两讲 就是合并的主要目的是 减少和压缩名额 第一个就从50多个人 减少了40个人 第二个就是两个组的 能够在一块训练能够互相的激励 5比8 你看又是掉正手 只要许新一侧身 马龙就把球送到他的正手 所以看来呢 在一个队都熟了以后 这个套路都非常清楚 主要是许新他现在发球里面 没说太大的变化 马龙对他的发球的旋转 路转都吃得比较准 所以出手比较果断 相对就增大了 就增大了许新他发强的难度 这又在相持宫 就像舞蹈讲的 本来是许新有优势 已经测了身了 正手也使上劲了 但是呢就不能够坚持 现在马龙今天在第二局 比第一局打得好 现在装装整个阔弹球都不错 很少有五位失误 今天在赛前也采访了主将的刘国良 他也说出了自己的很多的具体想法 我们结合着比赛给大家介绍 擦遍了 这样马龙呢就11比7 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目前是2比0 暂时领先 舞长你觉得这个许新要想在第三局 因为在09年 应该说他们俩是一胜一负打赛中 对吧 那么就是说 如果在第三局要想扭转不力 您觉得许新应该做哪几个方面的事 他首先应该加强点发巧的变化 发巧变化以后的话 上手的这个质量一定要高 如果全是这种掉起来 进入相持的话 这个对许新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当马龙搓他两个底线长球的时候 他该看准该判断该冲的一定要发力 然后想办法进行联系进攻 而且联系进攻的弱点上面 他进行调整 他现在习惯的是一拉就行拉到马龙正手 习惯的形成 侧身位和马龙正手进行对拉 应该这是一般左手的特点 其实他应该就是 应该用正手位拉住马龙的反手 用他的正手和马龙的反手进行对拉 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在箱子上面占到一些便宜 另外在接发球上面 一个他可以加上了批场的反拉 他全是在摆短 摆短当中的话 然后他回摆当中 有时候看不清楚 有一点机会 然后马龙在批他反手 又行他反面拉对马龙正手 所以最想的话 他有时候主动批出去马龙拉 他的反拉或者是在尾板以后 他进入转弱的 这样的话就会慢慢地 摆脱出马龙的对他的习惯的线路 这样他进入他的这个一种一种节奏里面 看来就是说许欣要在前三板 还是要下攻 对 因为相持现在出于被动 前三板如果又没有主动 那就很难赢 所以许欣他的发展呢 就是他的一个发球的节奏变化 稍微比较差的 所以他前三板上就不如马龙那么凶狠 包括接发球的白短上面 他更多是靠反面的拉起来打相持 这种时候 你还跟横板上 跟马龙这么强的实力看的话 相对比较容易是亏 高了 这个球我看接高了四五个了 对 所以因为许欣他一个是发球不好 再一个他接发球的白短上面 他不强马龙 有那么深的功夫 就是经常摆出半高来 是的 所以有段时间 谷良也让我能帮帮看看 许欣到底该怎么弄 但是我也感觉比较困惑 就过什么地方呢 困惑他的反面 到底是这个是以推党加反面 还是以反面为主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新的打法 跟马龙和王都不一样 所以一直也没有好的办法 因为他不光设计他一个反思的问题 还设计他一个总体打法的问题 他是朝哪个风格发展 他必须一个整体去考虑他 因为毕竟我这边带到马龙和王 这个任务也很重 所以就没有给森树的去分析 起床的问题 只能是偶尔带来看看 跟他讲讲这些反面的一些要领 同发 中了 三比二 这个刚才许欣切了一板 这也是非常规的一个切法 可以看到他的手感是非常好的 观众朋友 刚才这个吴近平教练 讲到的许欣的困惑这方面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可以想一想 大家都可以出示主意 共同探讨 漂亮 宏观上讲 许欣能够进入前八 她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 能够进入这个水平线 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更上一层楼 而且她作为这八个年龄 年龄是最小的 今年是20岁 她是1990年出生 其实许欣呢还有很多优点 她一个人高 一个人高 然后手上感觉又好 就是说 而且心理素质是很过硬的 能够拼到关键的时候 你豁得出去 但是怎么样就是把她能够实力 给她跳墙 这个是 是最主要的问题 所以我经常跟许欣开玩笑 我说现在马林往后走前面 你是后面唯一的一个纸板 你说以后的纸板 能不能有所发展的话 责任在你身上了 对 你看刚才又是一个白短半高 就这个球就输了六七个了 这个很可惜的 你看这么高的球 好的 这个发球发的不错 这个发球啊 如果能够发的 自己能够发的质量高的时候 和平时的那状态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个就是明显的线路上面 他马龙就给他反手 他一拉斜线 马龙一个反拉 这时候他就马上出于防守机位 所以这个是很被动的球 所以线路上这种要逼 要死会的别个直线 运动员打球 为什么说用脑打球 就是你当你采取一招的时候 不灵 你马上要变 对 插网 插网 6比6 插网 插网 平发 现在马龙是2比0领先 第三局是6比6 比赛的赛制是采取5局3胜制 所以这个主将来刘国良讲 就是他的想法就是 第一是采取单淘汰 第二采取5局3胜 不是7局4胜 所以这个偶然性就更大 这样的让每一个人都看到机会 这主要是摩斯科比赛它是团体赛 团体赛也是打5局3胜 所以在我们这个选拔当中 就淘汰中 还是去采用了5局3胜的比赛 这更一致的 一个是跟比赛 一个是再一个来增加这个悬念 悬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比6 你看这个球就看出来 在前300上 他发挥 许昕在这几个球上 前300上有优势了 漂亮 大球抢冲 现在许昕有4个局点 6比10 由于短球摆高 摆短摆的高 所以这次突然的有一个下选 漂亮 反拉成功 这样马龙利用两个发球 又夺回了两分 现在 现在马龙打球 一看就是感觉就是 人很气 气很壮 而且战术的变化非常多 他的整个技术也比较丰富 这看出实力比较厚实 8比10比8 这样许昕就与11比8 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目前双方打成了2比1 马龙暂时领先 这一局主要6比6以后 许昕才有点赞送了薄杀这种机会 6比6的时候 许昕反面直接拉了个斜线 直接拉了个直线 反面发力拉了 这不是心情拉起来 只发力冲这个球 所以马龙选过失误 再第二个批了个长 想把反拉的时候 马龙这个球打掉了 然后最后许昕发球 是发两个直线 这是许昕的一个变化 就是发球落点 我不给你振手 你振手老挫了 两张冲线 车身揽头大 我就发你直线 你直线错得不好 我振手直接面对你的反手 所以那两个球 直接就给造成了马龙的反手 反手失误 所以应该说许昕这个中间 它的变化里面 主要是加强了一个发球的直线 和这个落点的变化 这个再一个的话 还有一个接发球的这个 接发球里面 这个稍微凶狠点 加强了 就看他白短的话 失误很多的 就把他自己赢了 他也直接失误了两到三个球 这把球里面 所以他这个是他需要 以后在今后里面 需要提高的一个环境 吴士党你看这个秦志简 作为年轻的教练 实际现在马龙啊 许昕都是他的队员 你觉得你跟他接触过程中 你觉得他指教有什么特点 他的特点呢 就是应该说比较细 对技术的专业还比较深 而且和运动员的这个沟通啊 我觉得非常好 他特别对运动员的要求 是比较严格的 经常会想些招来 就折腾折腾他们 磨练他们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教练的讲话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取得了 非常好的成绩 对的 所以马龙这几年的这个 进步那么快 跟那个秦志导臺 他在付出的这个 这个努力是分不开的 现在他们在北京的时候 基本上是从军典开始吧 集中以后 他们都是早上出来出操 他们的几个 他的组的队员都出操 对他们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比较年轻 你看从去一二年的话 光两年时间 现在连大赛的一个 都大赛里面都还没上过场 那么对他们的要求 就会更高一些 只有把一天到两天来练的话 才有可能赶上大队 所以波卡许兴啊 马龙都做得非常好这方面 好 我们来看比赛 许兴现在这个落点啊 打得也比较开了 因为刚才马龙反拉了他很多 漂亮 这马龙揭发球也是出了一个高球 直白选手必须首先 要在前三板要拿分占优势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中国平方队二队的 就是一队二组的一些运动 一共18名小将 你看这个球又是 他一有机会就跟马龙震说 马龙震等待着反拉他 这就是他的反手这种 给直线的意识不鞋 嗯 这是一个五位数 其实乒乓球打到现在呀 特别是打5G以后啊 就是你进攻的这个质量 和有机相比是差了很多 这个时候你的落点的话 相对来讲比你的这个速度 力量呢还显得更重要 嗯 你打到对方很难受的地方 当对方发不出力 你就有两次进攻的机会 嗯 老打人家手上哪怕进攻的很 对方也很容易给你防徽了 对 这也是进入无极时代的一个新特点 对 就打球更要开动脑筋 更要智慧打球 更要在落点意识上下攻 现在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打成3比3 比赛呢是采取了世界团体赛的这个赛制 就是每盘比赛是5比3胜 马龙也很聪明 嗯 这是秦陆远教练 因为许欣刚才连续的几个有六七个摆高了 所以他现在下拳打得多 又造成了第二次许欣揭发球直接下了 漂亮 是 是许欣在总决赛的时候 当时他给马龙打的时候 对 输也是输在他的防征上面 就是他白短板高以后他没有防征能力 输回来以后马龙亮也让他加强性推挡 就是说当你揭发球出的不好的时候 推挡防一板 嗯 他今天我看防了好几个回头就防得不错 但是就是防完以后下一板的衔接 这个上面稍微差了一点 嗯 也刚才这个球就许欣打得挺好的 他反手试了一个直线 虽然这力量不重 但是马龙也防守失误 嗯 这线路很重要 对 这就是落点 落点意识 你看这个轻拉一点反而效果很好 所以在这个乒乓球里边也强调的是 出人意料 攻其不备 你让他想不到 打出他想不到的球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现在马龙还是落后两分 4比6 小三角 像许欣他只要接下来就能够摆得住 他就有机会 因为许欣的反拉是非常好的 他人又高 而且人不法脚上不法还特别快 这是他很大一个特点 所以这几个球处理上明显看见许欣他有变化的 他发球也发直线 反手拉也拉直线 这可是逼到你马龙用反手来对付他 不是老给你震手 这样的话马龙就会慢慢感觉手压力大一些了 8比4 8比5 前三板 前三板如果不到位 一旦出来一个半高 这个基本是防不住的 但是直板的握拍法的手腕比较灵活 通常在前三板上容易控制 相对来说 马龙之所以现在能够实践第一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这个技术非常全面 你看他这个往前 现在他跟许欣打前三板好像也不下风感觉 现在马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发球比较好 变化比较多 他的阵手和反手比较均衡 阵手和反手他都能够上手 第三个他的小球也比较好 所以他这个球呢 而且他的防守也好 进攻也不错 防守也不错 所以一般人跟他打 确实打得很难的 难度很大 他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他这手的杀伤力不够 他这手当对方形成对拉的时候 他的杀伤力比他力量大的时候 他感觉稍微差一点 像一般人家像这种情况下 除了这方面力比他强一点以外 其实别的地方你不弱他都好 你要打他也很难打得动 是的 不知道这局许欣打得好 在什么地方 主要他线路上有些变化 主要通过几个直线 反手拉直线 别别直线 然后发球发了直线 又挡了一个 所以许欣的防守又非常好 这样的话许欣就以11比6 取得了第四局比赛 胜利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连反两局 现在打成了2比2平 从现在比赛打至现在来看的话 马龙是有些保守 就是处理球上不是那么过断 因为这许欣的时候 变成他几个直线的时候 他这个处理的不是很好 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是 就说马龙 对马龙来讲的话 通过比赛的磨练的考虑 逐渐提高这种心理速度的承受能力 抗压能力 这点上对马龙是最主要的 因为马龙他的现在技术 应该说是除了这些时候 他那时候稍微欠一点以外 他就是没有什么漏洞 没什么漏洞 而且他的进攻力很强 上手也很快 他这个落点变化 人的战术变化也非常快 他在琢磨人 他也琢磨得比较透 很聪明 所以对他来讲 主要他提高这个环节 主要他的心理这个速度 因为他自己对于年轻 而且对于这个比赛的渴望非常高 渴望值非常高 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就产生一些 有些有些什么心理想法 患得患失啊 患得患失啊 就会容易一些自己技术的发挥 所以这种通过这种形式 对马龙来讲的话 有些是在磨练 对他慢慢地在比赛当中 去磨练去提高 去成长 做提高心理素质这种能力 舞长 您看这个现在李晓东教练正在指导 这个李智导有什么指教特点 李智导对于这一大指教特点 他是觉得非常的文明 而且特别执着 就是说追求完美 说他干一件事 你要干 就想到感到最好 而且为这个他可以 不及任何的代价 持平平去 这点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是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决胜局 通常说决胜局关键是开局 看看马龙的开局 这种反应 这种反应 你看他这个 等于是对方是一个重复球 连续给直线 这时候他脚底下没动 上去捂了一板 完全是凭感觉 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够咬牙 谁敢自当头 所以许昕刚才那个球 他实际上是一种重的力量在拉 而且重的力量在拉的时候 到比赛的时候 你给对方没有说 压力对方也不怕你 所以他这个是他必须的 提高的一个环节 看这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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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种球要是马龙的 就肯定是倒退 发力爆冲了 但他没有这种球 他只老是掉个落点 然后想办法前接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没有机会给你先接了 来不及 给人的机会了 对 所以说你就当上 直板来讲的话 你这种像背衣的这种 从长球 你就得给他们拼命 你敢操场我就给你爆 我就打给你拼一板 漂亮 你看看马林打球 就是他这个正手 他虽然也有漏洞 但是他这正手 太密切太大了 就是你有点害怕 对 造成你就有点虚了 就是说你敢操场呢 我就给你拼命 就是你要防止篮队很大 嗯 但许行现在这半球 就相对比较差一点 是的 好的 上 上 上 确实啊 这个比赛 对于运营来讲 压力非常大 因为 谁都想 第一个先拿到这个 如果你第一次 拿不到第一的话 你第二次 你也想上 也非常难 所以必须珍惜每一个机会 所以现在对马林来讲的话 对他是个考验 因为大家赛前的 他现在世界第一 人目前状况也不错 应该是 这次出来的是理所当然的 嗯 但现在打到这个分上的话 看来就他有点 处理手有些 有些紧张了 嗯 所以不像前面打得那么流畅了 嗯 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 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就是说你摆不摆在正位置 对 你把自己夹在这个位置上来以后 能不能够调整好心态 这是很重要的 你看许欣现在这个球的反手 反面都直接跌着直线 嗯 啊 这样健武啊 决胜局就要交换场地 现在反而呢 许欣是5比2啊 5比3领先2分 所以这个按刘国梁教练啊 包括这个吴近平教练 整个教练组的想法 就是千方百计的想绝招 啊 想这个招 在机制上创新 最终是折腾运动员 让他们 让他们有压力 啊 让他们经受出各种 考验 我看刚才那个前面介绍说 赢的就可以继续在上面的 这个五星级的宾馆住 输的就怕下头住 实际对于运动员来讲 可能他无所谓上的下头 但是这是一种荣誉 啊 对他是一种刺激 嗯 所以我想呢 这个每一个小的一些 出的一些小的办法 啊都是非常有效的 那最终呢 就是让我们的运动员 啊 虽然没有打世界大赛 但是已经感受到了 比世界大赛甚至还要压力大 啊 从另一个角度 这样的话呢 就对他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磨练 因为你从上面搬下来 就意味着你是失败者 所以谁也不能当这个失败者 都希望 都希望自己能够能够坚持到明天 是的 而且从他这个福龙体育公园的这个上面这个五星期的宾馆走到下面好像要走15分钟 我想这15分钟可能都得琢磨 是吧 心里都不痛快 他老得琢磨为什么输 嗯 现在 华夏银行 这个辣辣队啊 在给运动员这个鼓掌啊 我们通过平方球队的 一队二队的 这个一队二组的这些 辣辣队也是在鼓掌 和他们对着鼓掌 现在比赛继续进行 3比5 漂亮 这个球打得很出名 通常正手拉篮以后接着侧身要拉 所以他就根据你一个特点 正手拉篮紧接着还给你正手 高调 反拉 许欣放弃高球 漂亮 好的 你想打到这个份上 这个球就好看 本来是该你赢的球 反而是他赢了 该他赢的球你又赢了 就说不定谁赢球 所以这个球刚才许欣放在高球 放得太底线了 太底线了以后 马龙这个没法上去 这许欣就非常果断的 这就反拉了 对 所以许欣他这个球的 这个判断力还是非常强的 漂亮 许欣的这个直板 反拉的一板球很果断 所以人说打球流畅的时候 没有瞄的过程 所以钉球也钉得太死的时候 反而打不着了 是吧 所以现在许欣的发直线上面发得多一点点 别的马龙用凡手来接的话 他用许欣的威胁就小了 现在许欣很有希望 目前是决胜局 现在是领先三分 发球直接得分 所以马龙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他接发球不敢批藏了 他只好用凡手枪来 把他拎起来 进入箱去球 你看他们几个采访的时候都说 我们几个人差不多 可是差不多感觉不一样 你看许欣的压力就肯定小 他觉得我输给马龙正常 对 他这样的心理上一轻松的话 那可能就多出两分来 5比8 现在马龙还是落后三分 5比8 白白 插网冲犯 其实这个球要追到8比6的话 就有机会 因为马龙现在比赛 相对还是比较成熟 有时候他落后好多 现在能够追回来 8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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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球马龙搓得比较长 但是许欣侧身侧得很开 拉了一个外斜线 这个许欣是重点让冲了 没掉 要掉的话他就选了 选了 太冲的话马龙就只能是防守 就容易出问题 哎哟 这个球好像不应该 我想这个球好像节奏慢了一下是吧 这个是许欣实际上没搓正 他捅了个场 捅了个回盘 搓到个白线上面了 这个球的无限不一样 是马龙拉漏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7 许欣现在是领先3分 现在有三个赛点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华夏银行杯 直途莫斯科中国乒乓球 南队的选拔赛的单淘汰的 四分之一的比赛 这比赛是在厦门市湖里区的福龙 中国冲方球队训练中心 进行这个基地 进行比赛 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采取单淘汰赛事 赢者继续进入前四 输者就没有机会了 就得只能等第二次大循环 第二次单淘汰 非常好 董事长你觉得马龙是不是只有薄杀 现在关键性一个是 他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是 把这个接发球处理好 这个接发球里面呢 他还是应该一个是批两个长球 批两条底线长球 还是要打他这个特点 然后防王以后再转弓 好 现在马龙发球 机会 哎呦 结果拉丢了 这样许昕呢 就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连反三局最终以3比2 取得了胜利 我们请吴敬平教练 简短的点停一下 总共这场比赛的话 一看许昕后面是打得不错 他主要是后面加强的这个变化 前面是打得比较单粗一点 然后全部从这个马龙的正手突破 然后被马龙拳给他锁住 几个对拉 明显马龙占着绝对的优势 那么在0比2落后以后 许昕一个是在发球上面加强的变化 发球里面发的一些直线 这个拉球的线路上面 包括反手拧的时候 拉的时候都拉马龙的直线 比较相对比较多一点 就给他创作了一些机会 再一个在接发球上 一个接发球在白短上面 打个几球后面以后呢 白短还有相对比较好一点的 有时候还加强了反面 那个白短过来的搏刹 这样的话就打乱了马龙的这个节奏 所以抓住机会吧 能够反白维生 这样对学生来讲的话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这种比赛里面 好的 那谢谢您教练 稍后我们进行第二盘 你反弹 这到底也有点 好 好